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色号是light natural 我是昨天才拿到的 然后它的刷头非常的胖 我是用这个颜色去遮我的痘印 然后很容易推开它的质地 然后也非常的湿润 一点也不干涩 到现在为止我脸上都没有卡粉 然后也没有脱皮的地方 用到它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 不过它的妆感稍微稍微有一点点重 不过我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它的遮瑕力是很高的 我对这款产品的第一使用感还是很好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试试颜色 下一个我想说的是这个 腮红 这个牌子的腮红 嗯 我是看那个李寒烟和猪毛帽都推荐过 我也就买了他们推荐的这个kit 这个色号 然后拿回来之后 嗯它的颜色确实很好看 是这种紫粉色 淡淡的紫粉色 不过它有一点点肥粉 它的质地还是很软糯的 嗯 给大家试个色吧 它是这个颜色 它的粉质就是很松 然后很软糯 不过就是很容易飞粉 你用刷子去刷它的时候 然后它的持久性不是很强 嗯 大概只能持妆 两三个小时差不多 它还是一款性价比很高的产品 毕竟它的价格是很便宜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尝试一下 下一个我想说的是这个 Too Faced的这个妆前容 嗯它就是 打开它就是有一股很浓烈的 coconut的味道 然后抹出来是这种乳白色的液体 嗯 很容易推开 像水一样就被推开了 能看到吗 还有一点点光泽水的那种光泽 润泽感 然后嗯 它吸收很快 当你推开之后 然后它的保湿力度也不错 但不是很强 因为当我有的时候晚上偷 前天晚上偷来第二天 这个 苹果肌这两块 它就会有一点脱皮的现象 不用了它之后还是稍微有一点点脱皮 就是它的保湿力不错 但是不是非常强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款中规中矩的保湿乳 嗯 然后主要它的包装也很可爱 下一个我想说的是这个 Smashbox的Prime Water 我一般用它就是把它喷湿那个Beauty Blender 然后用Beauty Blender上一些粉底液 我是这么用它的 嗯 它的喷雾是很很细 很细的 给大家看一下 嗯 然后它的味道也非常非常的好闻 嗯 我还是很喜欢呢 就是我 我用它来 烹那个Beauty Blender 虽然有一点点浪费 嗯 不过我还是挺喜欢这样 然后我之后还会寻找一些其他的用法吧 对它的用法 下一个我想说的是这个 Biall的这个Airflash的这个 粉底液喷雾 嗯 我买的色号是200 我当时是看Catty种草的这个粉底液 然后当我买回来说实话 第一个印象是有点失望的 第一个就是我打开它 它这个烹头是掉出来的 我如果是找代购买什么的 我肯定就觉得它是假货的 就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色号 有一点点偏橘 我给大家碰一下 我的色号是200 我碰到这吧 碰到你的皮肤上是很冰冰的 很舒服的很清凉的 然后你看 能在镜头当中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但是我在实际光线下看 它真的真的很橘 我当时上脸也很橘 我当时都很崩溃 我都想去退货 但是我那个小票找不到了 好就最后我又印着头皮 又用了一次 然后我就发现 这款粉底液非常非常适合用刷子去上 千万千万不要用海绵去 这是一款适合偏干皮的粉底液 我觉得它不适合混油 因为我是一个偏干皮 我用它一天 我的脸都不会脱皮 也不会脱妆 我甚至没有用定妆粉去定妆 然后我的皮肤上都出不来油 然后过一两个小时之后 它跟我的皮肤融为一体 就会显得妆感很自然 除了它这个色号 稍微有一点偏举之外 我觉得这款粉底液啊 性价比各方面还是不错的 有一定的保湿力 持妆时间也很久 也有一定的遮瑕力 唯一不好的就是它这个 容易喷得到处都是喷出来 如果大家有想看这支粉底液的测评 可以告诉我 然后我可以给大家做一下 然后这就是200的这个色号 现在抹开了 你能看到它真的和皮肤贴合得很好 一点也不敢 真的不敢 我觉得你是偏干皮或者干皮 有兴趣的话 一定要去尝试一下这款粉底液 下一个粉底液就是 这个 Tom Ford这款防水粉底液 我的色号是 2.5 LINE这个颜色 这款粉底液的遮瑕力非常的好 它的持妆力也非常的久 不过有一点就是 它适合混油皮 像我偏干皮 我每次使用它之前 我要涂很厚的保湿 就是要做很强的保湿工作 用了它之后才不会让我失望 用粉刷或者是用海绵 我觉得都是OK的 然后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色号 我一般这么多量就可以上满我的全脸了 真的很神 因为它的遮瑕力真的很高 大概是这样子的颜色 这款粉底液真的真的很推荐 我觉得混干混油都可以用 只要你把妆前保湿工作做好了 这是一款非常非常好用的粉底液 如果大家有想看这支粉底液的测评 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做给大家看 下一个粉底液 就会稍微让我失望点 就是这个 现在很火的湿油液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皮肤的问题 还是这瓶粉底液的问题 毕竟我用这两瓶粉底液 我都没有长过痘 就是我用它之后现在妆没有长过痘 所有的产品都是一样 只有换了粉底液 但是我用它长了痘 我长了两颗大痘 到现在消下去 但痘疗还没有下去 我就用过一次是长了两颗痘 然后我就再不敢用了 所以我已经忘了它当时的妆效 反正是亚光的吧 哦对 这两款粉底液都是半亚光的质地 然后这款是 也不能说是完全的亚光 然后也不能说是完 它就是很自然 这款就像你皮肤透出来的那种自然的光泽感 然后这款就是 亚光的质地 半亚光的质地 然后记得用它之前一定要使劲摇摇摇 把它都摇匀 捧出来 然后再说到这个产品 就我对这个产品 就是因为我用了它 长了两颗痘之后 我就再没有用过它 所以我也说不出来什么 然后我买它的时候 我还买了一个他们家的这个口红 我当时在网上看过它的试色 色号是902C 然后但是实际还是有差吧 这个颜色试的 大概就是这个颜色 嗯 有点土橘色的感觉 然后它不是很干 然后就是麦子的那种质地吧 还挺好看的 然后下一个我想说的就是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新买的这款眼影 就是Dior的这块眼影 有点纸的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画烟熏妆的朋友 请一定一定不要错过这块眼影 有没有很漂亮 我真的很喜欢它 嗯 我给大家做个试色吧 嗯 这就是一个 它底色吧 这是一个蓝色 这是一个黑色 这是一个带点亮片的绿色 然后这是一个带点亮片的黑蓝色 我真的很喜欢这五个颜色 我觉得画烟熏妆真的很好看 嗯 而且你不管怎么搭它都不会错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烟熏妆的朋友 很推荐你这一盘 色号是096 能看不清我之后都会放在下方咨询栏里 然后还有今天到的这个 我买了两把Mac的眼影刷 一个是33 又是2217 Makeodge 1217 2217 2222 3215 3222 一个是黑眼刷 30215 都是3217 1217 1217 2217 2217 2217 分3 jungle 1218 3 scratching 刚刚到了 长这样 如果之后 我觉得好用的话 再推荐给大家 以上是那个 彩妆品的部分 然后下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买的护肤品有哪些 第一个就是这个 Lamere的套装 它就是有一个 30毫升的这个 这个经典面霜 然后 5毫升的这个眼霜 还有一个30毫升的 15毫升的这个保湿精华 然后还送了两片 不是送的 就是它套装里面还包括 两片这个 他们家的这个面霜 保湿面霜 然后还送了一个 这个小包包 觉得还挺好看的 就 没什么说的 买这个就 不过 我还没有敷过啊 我想 我没有敷过这么贵的面霜 好像没有吧 就是 如果 对 然后下一个就是 还买了一个 这个平价面霜 这个是我一直都在回购的 就是这个皇后的秘密 是我一个朋友推荐给我的 然后我在国内就用 果然觉得很好用 然后我又把它们背到美国 然后我发现是加州也有卖的 然后就是 嗯 一片一片的 就是这一大袋是30片 你可以每天用 敷个五分钟 嗯 就是这样一片一片 然后它是保湿液 不是那么多 就是它 它敷到脸上不会保湿液 往下滴啦滴啦滴啦 但是它的保湿效果还是有的 我还是很推荐这块 它一共有黄色 白色黑色和红色 然后我觉得 白色这块是最好用的 是VC保湿的 嗯 对 这是我回购的产品 然后下一个就 这个牌子 这是一个德国的牌子吧 一个德国的药妆品牌 然后我是看了一个台湾的博主 非常喜欢它 叫亚云 嗯 它也会长痘嘛 然后它当时就推荐了一个 这个面霜 然后说是 它的皮肤科医生 推荐给它使用 然后我当时就到处找 我就买了 然后 嗯 我又买了一个这个 抗氧化的精华 然后又买了一个这个 Monstruo Geo 就我会用它来去豆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保湿的面霜 嗯 非常非常好用 不过在美国卖会价格 有点贵 嗯 然后都是适合豆鸡 嗯 然后去帮你 嗯 调整你的皮肤状态 我还是非常非常推荐 这个牌子的东西 很好用 真的很好用 下一个就是比较贵的这个 嗯 面油 这是我第一款面油吧 Nature Faces 是这样念吗 我也不知道 嗯 嗯 就是这个 它是30毫升的这个面油 嗯 是黄色的 然后他还给你送了一个这个按摩棒 嗯 这款面油真的很好用 嗯 我 它是主打修复和保湿的功效 然后我一般就低五滴吧 然后把它搓晕上脸 嗯 有非常好的保湿效果 然后也有非常好的修复效果 我非常非常喜欢 嗯 我之后一定会入他们家其他的产品 嗯 总的来说我收到它到现在 我用它 我的使用感都是非常好的 很好用 然后效果也是很好的 是让朋友从国内过 带过来两盒去豆的霜 是一个凝胶 叫 阿达帕凝胶 它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 嗯 打开是这种 哦 这太多了 就是乳白色的这种凝胶 嗯 然后我就会把它后敷在豆豆上面 过一个晚上 嗯 它的效果 还不错 嗯 如果大家有长痘痘 缺 缺一款 嗯 去豆凝胶 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我先去擦个手 我就是 它的效果我还没有用过 特别好 我之后觉得特别好 再分享给大家 下一个就是一个截面产品 就是这个 DELTA MD的这个 青蛙截面 双截面 CLEASER 就是一个洗脸的 嗯 我觉得它真的很好用 首先它价格很便宜 大概十几刀吧 我一般会挤 挤一泵出来之后 我沾点水 我会一直打打打打打 它打出来的泡沫 不是那种很大很大的泡沫 它是很小很小的那种 很小很小的小泡沫 然后你越搓它越多 越搓越多 然后你这时候去搓脸 是最舒服的 你搓脸 你摸它 打出来泡沫 就跟cream的那种感觉一样 就是蛋糕奶油质地的那种感觉 然后 当你打出来的泡沫越多 你去用水铺你的脸去洗干净 你的速度也就越快 然后洗完脸 我的白头都能被洗出来 就说明它的进阶力很够 都很好用 反正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尝试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产品 就是这个 fresh的这个lemon shower gel 它的味道真的非常非常好 就是那种 很天然 带一点点清香的柠檬味道 而且你洗完澡之后 你整个浴室都是这种 很舒服的柠檬味 就让你很舒服 然后也很容易起泡 然后 我就很喜欢它这个味道 真的真的很喜欢 我就从它这个味道买的它 好了 以上就是我的进期购物分享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记得帮我点个赞 或者如果大家有兴趣 follow我其他影片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然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放入冰箱